我叫刘龙 87年出生了 今年33岁了 我的三个孩子 老大上五年级了 老二上三年级 老三准备 9月1日正式上一年级 我虽然说 从五校离开了 有好多年了 但是我是一直坚持锻炼了 我平时就是在家 经常孩子看到了 他是好奇的 跟着一起练 后来慢慢的孩子 他也挺喜欢的 后来都坚持了 一直是早晚在家里面 带他们练 我家的三个孩子 都是早上 他们是八点钟去上学的 我就是六点钟 六点钟带他们出去跑步 后来六点钟 天中还没有亮 因为我农村嘛 住在我们那个田野井 保安部就是压腿吧 压腿然后练练柔润心 全数这样的 大家练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上完学 他们中午来家 吃完午饭的时候 休息一会儿 最低要练半小时以上 他们就是除了学习 其他时间基本上 就是练武多一点 这个孩子现在手机 王老师代 如果你要不把时间给赶排起来 他容易会要么看点事 玩个手机什么的 我要把咱们时间给利用上来 怕他们走下泡路 这孩子嘛 毕竟像人家说小孩子 就像小寿苗一样 从小你已经要给他理直了 练武术也可以强身健体 有意无害的 说过这三个孩子呢 说实话呢 我表面上对他其实挺严厉的 人家说慈母严父嘛 做父亲呢 都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有的时候说实在的 像儿子 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 一看到他累的样子 看着也挺心疼的 如果他们三个孩子都走 武术这个道路 肯定希望他们越走越远 从长大了他大一点的时候 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不去阻止他们